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又來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樽運河 那今天呢 就要用我的鏡頭帶大家去看一下目前小樽的現況 然後呢 邊走邊看我也開箱一下 這次我們要賣的北海道第七波伴手裡有什麼品項喔 那其實今天是禮拜六 應該是觀光客很多的這個時間 那現在這個小樽運河兩旁其實遊客也是非常的少 我正前方這一間是伴手禮店 看起來已經是倒了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又來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樽運河 那這次來的目的還是要賣我們的北海道伴手禮第七波 不知不覺已經賣了半年多了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結束 不希望我賣這個伴手禮再賣到十幾波 我真的希望這個國際旅遊趕快這個開放 那今天呢 就要用我的鏡頭帶大家去看一下目前小樽的現況 然後呢 邊走邊看我也開箱一下 這次我們要賣的北海道地七波伴手禮有什麼品項喔 小樽這邊的這個人力馬車人也越來越少了 看到沒有 他本來精壯的身材 這個腿越來越銷售了 今天天氣非常的棒喔 看到沒有 這一隻海鷗多麼的悠閒啊 然後今天風不大 所以這個小樽運河啊 有一些倒影 真的很美喔 小樽運河 那其實今天是禮拜六應該是觀光客很多的這個時間喔 那現在這個小樽運河兩旁其實遊客也是非常的少喔 那那些人力馬車挑夫啊 一直在找客人啊 其實日本人很少坐人力馬車 基本上那個都是外國人在坐的 大家看一下 景霧依舊啊 人似全非的感覺 來 我們第七波的伴手禮來 我們這一次總共有六大商品喔 那第一個商品就是柳月秋季的新商品喔 叫做月飄喔 飄過來啊 光提名字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吃喔 因為這個都是期間限定的商品 只有在我的店商買得到啊 其他代購應該很少買到 因為這個賞味期間這一款 十二天沒有人敢代購啊 來喔 直接在小樽運河旁邊開箱 然後這個中秋送禮也不錯喔 有沒有 它的這個外箱喔 很漂亮喔 我覺得買來中秋月餅不錯喔 應該是趕得上啊 然後這一次六大商品 這個賞味期間最短 那賞味期間在日本的定義呢 就是有最好的口感要在這個時間內吃完 並不是東西壞掉不能吃喔 登登登登登 いただきます 蠻好吃的 然後外層它是裹著一本那個 比較軟嫩的一點外皮 然後中間它有總共有三層 中間那層是裹著一個類似摩仔雞 然後中間那層是這個焦糖 那這屬於是一個甜的食品啦 蠻好吃的 三層這個三層的口感喔 在這邊拍片很可怕 隨時會被海鷗搶走 來啦 好啦 好啦 這邊的海鷗應該也餓了啦 這邊可以餵食的 來第二款也是柳葉的產品喔 三方六 但是這個叫做咖啡牛奶的這個連輪蛋糕 那這一個是秋冬的新商品喔 想必只有在我的店商買得到喔 然後上面這一個顏色啊 比較深的就是咖啡 下面就是北海道的牛奶 然後上面就有塗一些糖霜喔 跟這個旁邊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頻道的人喔 可以看我自己的影片 我在這邊吃這個喔 很怕這些海鷗攻擊我 然後呢 我建議你呢 就是這個咖啡啊 跟這個白色的這個 北海道的這個 牛奶一起吃 因為咖啡有點 帶有苦苦的 那北海道這個牛奶 微甜微甜一起吃 味道綜合起來剛剛好 然後搭配上這個糖霜 超棒的啊 我有在那邊拍片啊 日本都在看我 都以為我是個大明星 結果是一個Nobody 他們覺得他是誰啊 我們今天拍到已經完全不管他們講什麼了 第二款喔 三方六喔 然後這個買回去呢 建議你食用之前先冰一下 因為這個是巧克力 天氣有點熱啊 先讓它冷藏一下 風味會更好吃喔 然後在我左手邊就是小尊的浪漫館 然後現在這一條路就是小尊的主要街道 是有遊客啦 稀稀落落的 那小尊浪漫館主要賣一些飾品啊 風鈴啊 那我就不進去了 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看起來大部分的商家其實都有開的 那有少許的一些遊客啦 不過跟之前比起來這個遊客實在是少得可憐喔 然後我正前方這一間是伴手禮店 看起來已經是倒了 那他賣很多北海道的伴手禮 幾乎我全部都賣過 倒了 大家再不來會倒更多家 然後這一間呢 海鮮丼呢 已經休息了 滿滿的被害到海鮮 休息到9月12號 來我們進來六花亭參觀一下 這是牧田六花亭內部的樣子 還是有少許的遊客喔 畢竟這個是北海道最有名的伴手禮喔 然後這個是大家最喜歡吃的 奶油葡萄夾心 來這一次放的就是這一款喔 好久沒有跟大家見面的喔 六花亭的奶油夾心餅乾 那之前因為夏天的關係啊 它裡面造成有一些奶油融化 所以我們就下架了 那現在北海道天氣開始有點涼了 我們開始上架了喔 那我還是照例呢 吃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款騎的賞味期限是兩週喔 那這次販售的是五路的 欸不是五路喔 十路的喔 是十路耶 耶 我在六花亭前面吃奶油葡萄夾心 吃過太多次了 而且好久沒吃了 真的好吃 它那個裡面夾那個葡萄啊 非常的新鮮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的 然後那個奶油啊 濃而不膩 然後搭配這個啊 有點脆又不太脆的這個外皮啊 就是絕配啊 我們來到了北果樓 北果樓這邊的賣店已經收了 這邊都收了 店裡面只剩下一半喔 裡面 北果樓裡面人 現在是沒有人 那我不方便拍得太近 我拍到這裡就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是沒有人 然後這邊本來有在這個 電子演奏 那非常的震撼好聽喔 那都是中指的狀態 哇好多喔 好漂亮喔 這女生一定會喜歡的 哇這邊也有一家在賣免稅店 然後萬花筒的店喔 那已經這個一定是關門了 那已經這個一定是關門了 然後這一次呢又有白色戀人啊 那這一次呢 特別的就是它是一個 27赫的鐵盒喔 你看這個外包裝 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日式風格 鐵盒怎麼打開呢 哇 我看到側面喔 就覺得非常漂亮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 哇 哎呀一打開我就覺得 大家一定會喜歡耶 然後這上面 感覺就像那個 白色戀人的這個總部喔 然後上面有一隻 貓吧 貓在上面跳 希望沒有講錯應該是貓 白色戀人鐵盒組 這個白色戀人啊 是我小孩Langoon的最愛 看到白色戀人 簡直要瘋狂了 好 那這個白色戀人啊 大家來北海道 就是前幾名的伴手已經想到這一款 白色戀人喔 它這個餅乾啊 我相信 鏡頭前面的觀眾大家都有吃過 白巧克力啊 甜而不膩 然後這個外皮啊 它是屬於比較酥脆的外皮 那屬於比較有口感啊 比較脆一點 然後這個白色巧克力 非常的香 非常的濃郁喔 等一下呢還有兩款喔 那我非常有誠意的 我們等一下開車上 天狗山拍這個夕陽 然後再吃最後兩款的伴手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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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們現在來到了天狗山展望台 北海道三大夜景之一 哇 超級美的 然後整個下面就是小尊寺 哇 然後左邊看過去那邊是雞丹半島 來襯著夕陽西下 然後我們再介紹最後兩個伴手禮 那最後兩個伴手禮是這一個 帝王蟹的煎餅 看到沒有 這邊很大一隻帝王蟹 而且這一款在我們的店商賣得非常好 大家一直想要吃這個餅 他覺得很帥氣 很適合配啤酒 另外一款就是 Mori Modo 北方散步小路 那目前這個口味是蜂蜜的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款 所以我請這個廠商供貨這個給我 那我們等一下就吃看看囉 耶 帝王蟹海鮮煎餅喔 然後剛好這個製作的工廠也在小尊喔 這一款也是我非常喜歡吃的 非常的脆 非常的香 非常的脆 非常適合來配一些譬如說金牌啤酒 台灣啤酒 Sapporo Beer 然後呢 這個是三十路 分量也非常多 然後這一款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喔 這也是Mori Modo 然後這一款呢 這個喔 有三個口感 它表層是鋪著這個白巧克力 然後底部這個是一個 比較酥的一個外皮啊 然後裡面呢 帶我吃看看喔 然後吃下去之後它的這個蜂蜜 就會這樣滲出來 然後這個Mori Modo蜂蜂 都用的都是北海道的蜂蜜喔 非常的好吃啊 我覺得這樣口感的餅乾 是在台灣完全沒有的 超推這一款 然後天狗山掌襪台啊 這邊非常適合情侶來 然後這邊可以 點咖啡喔 這邊有個咖啡店 然後也把你的咖啡來這邊喝 跟你的這個 另一半 女朋友 老婆 老公喔 都來這邊看這個很美麗的風景喔 那整個小樽港啊 都映入你的眼簾 那搭配這一個 北海道的這個伴手禮喔 這一款超愛的 甜甜蜜蜜的 那這一次第七波的伴手禮喔 那總價日幣 含運費喔 一萬兩千五百塊日幣 那運送的地點 亞洲區有非常多地方喔 台灣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泰國 就這些了 啊還有南韓 當然南韓從來沒有人訂過 沒關係 這一次的伴手禮只有賣亞洲區 因為它的主要的賞位期限 有一個最短的只有12天 所以我們只有賣亞洲地區喔 影片的最後還是這樣的美景 我還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共享喔 不要讓我自己人獨享啦 然後這個伴手禮 不知道要賣到什麼時候 我希望這個 國際觀光趕快打開喔 那 大家疫苗打起來啦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喔 掰掰 那我